台北地方法院韓勤扁院许可拘押 各党團同意列入 臨時報告事項予以许可拘押 2020年院會沒有任何異議下 院長游錫坤立刻拍板同意 法院可拘押涉嫌收賄案的 廖國棟 陳超明等立委 當時這動作轟動一時 即便身為立委依然難逃 拘押命運 畢竟根據憲法徵修條文 第四條第八項 立委出現刑犯之外 位置中一旦須被聲壓 都得經過立院點頭許可 而這回高鴻安也不例外 過去除了羈押之外 事前大動作搜索辦公室 也曾有前例 09年涉嫌偽造販賣 奇美電子甲骨的前立委廖福本 就算當時院長王津平表示抗議 辦公室依然被搜索 就連2020年的立委集體貪污案 陳超明 徐永明等辦公室 也有同樣記錄 其實包含這回高鴻安被搜索權是根據刑事訴訟法 一百四十九條規定 政府警官等若搜索或要扣押 只要告知直屬長官便可進行 秘書長給了報告 而且他們也有簽成給我 秘書長跟您報告的時間點大概是什麼時候 大概這兩天吧 我跟他講說你公文簽上來嘛 好 讓我看一下 只要追證明確 不論要欺壓搜索 沒人敢阻攔 即便是立委保護傘 雨天也會收傘 繼續為謝謝廉志豪 採訪報導